我跟你們說一個絕世好笑的東西 好夾 那我最近就很熱 那很熱就沒有降機 那沒有降機 那就開始上網看影片 那我就在Youtube看到一條影片 就是說你有駝背嗎? 輕鬆治癒駝背的方法 那我就想 啊!對呀!我經常坐 我覺得我有駝背 如果我站在別人面前我有駝背 那我就很噁心了 我在那裡想 是很想矯正我的駝背 突然看完這條Youtube影片 我就覺得突然有了這個需要 那之後我就 看那條影片之後 醫師就說 有一個很輕鬆的方法 可以解決駝背問題 只要呢! 用這個壓力球 摺在你的背部 和那幅牆之間 那之後呢 你的身體就在那裡 嗯? 在那裡扭扭扭扭扭扭 硬那些背肌之類 就是你慢慢每一天 在那裡硬30下 就可以訓練你的背肌 那我就想 嗯! 合理喔! 就是訓練背肌 那還要找一顆球在牆上 在那裡按就行 好像…好像很簡單 那我就馬上買了一顆壓力球回來 那之後我又看到那個Youtube影片 下面呢 很多人說 謝謝你呀! 我醫好我的駝背了! 好有用呀! 謝謝你呀! 那真的大家都好像那些… 康復了耶穌限遠神跡那些 麻風病人 謝謝你耶穌 那之後呢 那之後呢 我就更加加深這個說服力 那我買了一個壓力球回來 那前天開始呢 那我就拿了一個壓力球 那就在我牆上這樣扭 那我先試試看 一邊看那條影片一邊扭 然後醫生就說 那呢 你一邊呢 放一顆壓力球在背上呢 只要呢 按到一個位呢 你覺得痛呢? 那那個呢就是 你需要 重點按摩的地方呀! 那意思是你的肌肉 血品筋呀這樣 那之後呢 我就… 哎呀! 這個位置好痛呀! 那我就… 那我就在那裡按 好爽呀! 竟然按了那麼痛的位置 應該… 按了一會兒我的背肌 就可以捏回我 成為一個 站直的女人 我又按了幾個 我覺得很痛的位置 再加上 那一天之後那一晚呢 那我就… 非常之熱呀! 那天氣 那一天的直播是做什麼呢? 我跟大家說 欸…好熱呀! 我已經脫衣可以脫衣服了 這樣 之後大家就說 在這裡試我裸體還是什麼 那之後呢 我那一晚呢 我就跟小貓說 喂!我真的好熱呀! 我什麼了呀! 我覺得我睡不著了 我整張濕粕的這樣 然後小貓說 你…你要不要試試裸水 即是當人呢 紅貓也好 即是走投無路的時候呢 就會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是啊!那我那一晚呢 那我就… 我就裸水了 之後呢 再加上這個壓力球 那這兩件事 那之後呢 去到昨晚 我的手腳突然間 我昨晚 手腳冰冷 再加上手腳無力 好像…怎麼說呢? 好像極度貧血一樣 那頭很痛 然後我開始想 什麼事啊? 為什麼… 我好不舒服 我好冷啊 然後不停碰我的腳呢 是冰冷的腳 和冰冷的手 我就想想什麼事 小貓就說 覺得是… 那個按摩球呢 弄到我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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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怎麼壞了之類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 因為我裸水 所以我呢 所以我病了 但那一晚呢 我一直在這裡安慰自己 不…其實… 因為你怕熱 所以裸水 你裸水呢 要搞到你病 所以你病呢 就發懶 那你發懶 那就不熱了 那我… 我…我昨晚就是 一直想著這些事情 然後就這樣睡覺了 那我一直在想 那我寫吧 我後悔不小心 弄到我的神經 我就有點怕 我是不是要中心臟病之類 因為… 經常都有看到 年輕人撤死的新聞 說有個人 那一天突然說自己 不知道哪裡不舒服 一天他就突然 心臟病死了 我就想 死了 我從來都沒試過 這樣手腳發麻 有這麼冰冷 會不會這樣一碎不起 我一直在想著這個 裸碎法難大法 那我就突然起了身 我就開始在這裡寫圍書 我覺得自己很噁心 我覺得自己很噁心 我真的… 我昨晚真的… 我昨晚真的… 我昨晚真的好害怕 我都在那裡寫 我…其實… 真的不是寫得太多 因為那時候 我是覺得 其實都應該不會寫的 就是以防萬一寫定先 這樣的感覺而已 是不是 就是好像突然間 你搭飛機 然後突然間說 嘩我們遇到少少氣流啊 不好意思 但機器有少少暗 大家不要擔心啊 所以大家都會以防問 一刻想想不要寫遺書 你們不會的嗎 可不可以讀一次的遺書內容 我已經變了 因為我覺得太… 我覺得太笨蛋了 這樣 我沒有一邊寫一邊哭 其實我一邊覺得 其實都挺笨蛋 不過寫定先 就是總之我就寫 給我的家人 我愛你 我的朋友 我都愛你 最後就寫 我的觀眾 我都愛你們 然後我就跟我的家人說 如果我死了 麻煩你幫我跟我的觀眾說 我要走了 就是… 現在說是很昂貴 我是真的寫了這樣的 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 我會邀請第一例 我的喪禮 多次你們就不見到我的中招人 不過是死的 我的中招人 哈哈哈哈哈哈 對不起 我不應該找這些說笑 哈哈哈哈